好那接下来就是一段跳检 就是小月被确诊了 自己也是这个新冠患者 新冠患者 然后小月就被拉进医院 被拉进医院 一阵跳检 就是前前后后两三天的时间 小月属于这个无症状患者 无症状患者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当第三天的时候 医生也很恐怖 再做一次检查 就发现小月突然就出血了 然后小月的病情就加重了 加重了 那小月在病情加重时间的 她又在回忆 一边在痛苦的挣扎 一边在回忆 就是过往跟自己家人的一些关系 那此时交代了她跟父亲 就是缺失父爱的 然后母亲也是跟她自己过度争吵 过度争吵 那她家里的这个不完整 导致于她的容容社会也非常困难 那这样母亲去反反复复的要求 小月应该有完整的家庭 那小月的立场觉得 我从小的家庭就说母亲 我干嘛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 甚至我就对家庭的概念有些规避 直到有一天 母亲发现小月是女童性恋的身份 那母亲跟小月就发生了 发生了这个人生的重大转转 也是重大的分歧 那现实当中是母亲在治疗过程当中 一切正常 经过一周这个周中治疗 母亲的母亲反倒比小月恢复的好 那母亲就是事实力的 就是传染性减弱之后 就决定可以这个出院了 可以出院了 但是小月的在第三天的时候 忽然这个病发病发症 出现就是突血的现象 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症状 让小月对自己的人生 产生了更大的困惑 那这样的话 在小月感觉自己 渐渐的渐渐的衰弱的同时 那母亲对孩子关心也 更逼着母亲就是往小月 就是更走进了一步 更走进了一步 那原本不好的母女关系 渐渐的就是得以恢复 那小月的母亲渐渐的 就是告诉了小月一些事情 小月的一些事情 就是母亲在 在自己年少的时候 曾经喜欢过 红吉一时的一个男演员 但只是在夜情之下 产生了这个 产生了这个 就是现在的小月 小月 也并不是像这个 母亲说的 父亲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人 就是母亲曾经对自己 撒下这个谎 那渐渐的母亲 要对自己的谎言 得以解释 也是想母亲 跟自己女儿 是好的一个表现 女儿在现在病重了 也很担心失去这个女儿 那母亲也渐渐的 就是答应 自己可以接受 自己女儿的这么一个 同性恋 同性恋的一个身份 但是其实在此刻的话 已经失忆过晚了 那下 接下来就是说小月 小月回想到 小月回想到汉江 当时有烟花解的时候 小英看到了小月 跟一个女孩子 分手的场面 从此小英就一直跟着小月 直到有一天 她发现小月在一个 在一个美术学院教授课程 那这个学院当中 还在招模特 小英就很坦然的 走进了这个学院 很坦然的走进 这个学院做了模特 小英非常简单 就是想更接近的 去了解这个女老师 因为她觉得 她跟她是同类 所以她是抱着这种心态来的老师 但是相处了这段时间之后 她渐渐的也喜欢上小月 小英跟小月产生了情愫之后 小英就是一个 很坦然的这么一个孩子 那她跟小月告白了 当然告白其实也是得到拒绝 得到拒绝了 那反过来就是小月在临终前 临终前渐渐的想起了 就是小英跟自己告白的时候 那现在自己的病情 渐渐严重起来 渐渐严重起来 那在她的视角当中 渐渐的恢复到了 小英在曾经告白之后 也在学院 曾经的非常非常开心幸福的 吻过小月的一个场面 吻过的一个场面 那渐渐随着这个场面的 继续往下发展 继续往下发展 而走进这个故事的最后阶段 走进故事的最后阶段 那最后阶段是什么 就是说小月站在 这个被雨水击落的 这个樱花的窗前 一面拿起手机 一面很虚弱的 很虚弱的 打开了就是小英的 这个通话路 小英的通话路 那她想写最后一段话 最后一段话 其实那当她写完 小英这两个字的时候 并且就急速加重了 最后吐血 昏迷倒地 其实就是意味着一种死亡 当她想重新挽回 现在的一切的时候 其实都一时一晚 就跟我们的这个新冠疫情一样 不是我们所有都能预测的 那整个电影就结束了 这个电影就结束了 这是我想象中的 一个特别简短的故事 特别简短的故事 只是融入了一些 新冠的时下元素 加上这个女童性恋的 一个社会议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老师给了一个 也非常简单的评价 评价到就收到了 这个剧本构思的一个优点 就是结合时事当下 配合这种传统的 传统的这种爱情 爱情电视的 爱情剧情的这种方式的结合 觉得这点非常好 但反过来又再讲 就是女童这个议题 会不会太俗套了 这是老师对这个 创意的一个评价 可能两个人想法不同 那反正今天收听我们节目 听到我们这个故事的同学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表示一下自己的想法 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的同学 可以点赞收藏我们的这个频道 觉得这个故事没意思的同学 也可以留言 你有好的建议 可以留言给我们 那么在接下来 课程分享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你的留言公布 公布给大家 大家一块分享去讨论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谢谢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 喜欢我们节目的 可以收藏我们的频道 点赞留言 谢谢 拜拜 下次再见